最近奥运会真的太刺激了 除了关注这些激烈的赛事 大家也非常在意 比赛中选手是否有作弊违规的现象 本届奥运会的游泳项目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裁判可以使用水下的监控设备 回放视频 查看选手的水下情况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观众在电视里看到的水下拍摄画面 现场裁判是看不到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观众看比赛会觉得 这个裁判是不是眼神不好 什么犯规都看不见 裁判朋友们也是自己坐在电视机前看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看电视这么清楚 还不会被观众骂 还可以在电视前面骂其他的裁判 这个裁判是不是眼神不好 犯规都看不见 如果说游泳比赛作弊的方式还算比较常见 马拉松比赛的作弊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在第一届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里 选手斯皮里登获得了第三名 结果却被人发现他是用马和马车完成了部分比赛 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也能理解 毕竟是第一届奥运会嘛 所有人都不太懂是吧 谁能想到一个叫马拉松的比赛不能用马拉呢 其实我还是挺佩服这个大哥的 一定是很好的心理素质 大家想一想 别的选手都在跑步 只有他在骑马 路上肯定很多人围观 他还敢说 赶紧跟人家说 别看了 别看了 你们看啥呢 周围人只能回答他 看你马呢 这些都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马拉松比赛是不会有人在骑马 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有波多利个的田径运动员马德林 由于受伤无法参加比赛 于是他偷偷派出了 同样是运动员的自己的双胞胎妹妹 冒充自己比赛 然而还是被发现 其实双胞胎互相顶替这种事 我们经常看到对吧 但是我保证啊 我们偷偷秀比赛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因为我们一直要求延一延月同时参赛 我觉得这两个运动员作弊 还是没有选对项目 他们其实最适合的也是马拉松 你想一人跑一半 谁能超过他们 他们甚至可以一个在起点 一个在终点 起点的就象征性的跑两百米 终点的就象征性的喘两口气 那么没有双胞胎作弊的运动员怎么办呢 在现代舞相的比赛中 比赛要求每位运动员都必须参加全部的项目 但是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中 图尼斯代表队让队里基建经验最丰富的人 冒充另外两位选手参赛 他们大概是觉得 反正基建有面具挡着 是吧 不会被发现 我觉得这也太天真了吧 是吧 以为戴上面具就行了 那后来是怎么发现的 是不是这三个人个头根本就不一样高 你就比如这三个运动员是我 梁海元跟王勉 是吧 你三轮都派我打 那能看不出来吗 对手肯定也很纳闷的 这个王勉 戴上面具挺显高啊 其实这种团队比赛中 很多比赛 大家都会用田记赛马的策略 所以我猜测 图尼斯队的比赛策略可能是这样 首先用我们的上灯马对他们的中灯 然后用我们的上灯马对他们的下灯马 接下来这个就有悬念 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上灯马对他们的上灯马 两胜一平 赢并 从哪里找到这么弱智的教练 不管怎么说啊 作弊肯定是不对的 图尼斯队当场就受到了命运的惩罚 在接下来的马术项目里 他们每个队员都摔下了马 在游泳比赛里 有一名运动员差点淹死在水里 被人救了起来 而射击比赛中 一名运动员差点打到裁判身上 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我觉得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好笑了 对吧 我其实不应该笑着 因为这些情况都挺危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把这些消息连在一起 你就忍不住太想笑了 我都怀疑 这些人确定是来参加比赛的嘛 是不是每个项目都派错人了 他们是不是让骑马的运动员 去射击 让射击的人去游泳 最后让游泳的人去骑了马 我觉得哪怕是让马去射击 让马去游泳 让马去骑马 骑马这样裁判就安全了 而且马还不会作弊 对吧 但是骑马的运动员就不一定了 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桑德斯托罗姆获得了个人盛装舞步的第二名 但是评委后来裁定 由于他发出了咔嗒咔嗒的声音来非法鼓励自己的马 他自己也辩称啊 说这个噪音呢 其实是来自自己皮靴的吱吱声 评委呢 也并没有买账 取消了他的成绩 我先做一个小的科普啊 在马术比赛里呢 运动员以任何的方式发出任何的声音 都有可能被视为犯规 所以这跟咱们民间骑马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驾 你不能呜 真的很难驾呜 而且我觉得这个选手说辞也太傻了 对吧 他说他这个咔嗒声 是来自皮靴的吱吱声 人家裁判都说了是咔嗒 你非要说吱吱 难怪人家裁判不买账 你哪怕说是这个马的颈椎不好 发出的这个咔嗒声也可以 吱吱 在2003年日本国内的柔道奥运会选拔决赛中 多名选手都向裁判抱怨 参赛者秋山成勋的道夫很滑 面对质疑呢 秋山也变成说 自己是因为洗粉放多了 但是裁判也并不相信 接下来的比赛中 裁判要求秋山和对手互换道夫 结果秋山真的就一场比赛都没有赢过 说实话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双方运动员在比赛前就交换衣服的 我觉得刚开始交换衣服的时候 秋山还会跟裁判去狡辩 说你看我觉得 我觉得一点都不滑呀 不滑 不滑他刚刚怎么从你怀里飞出去的 秋山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后来秋山转战了格斗项目 在2006年的一场比赛中 秋山这种滑溜溜的真相终于被揭开了 他在赛前就在身体上擦过某种润滑物 比赛过程中 对手就不停地在喊暂停和好滑 我听不懂日语 但我能感受到他的绝望 我觉得后来是秋山想明白了对吧 格斗不用穿上衣 不用交换道夫 所以这个项目也许有漏洞 但是刚刚这个场面真的很诡异 你想两个上身赤裸的格斗选手 缠绕在一起 嘴里说的话不是你输定 而是你好滑呀 我觉得按照秋山的性格 之前说自己滑是因为洗衣粉用多的 现在他肯定还能找到借口 我现在滑是因为我这两年皮肤比较好 对不对 我最近刚刚做了光死嫩敷 我做的全身 对手还会说 那你就不应该叫秋山 你应该叫秋山 我现在是因为我这两年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奥运会实在太耽误正常上班了 是吧 这几天我感觉我从睁眼到闭眼 一整天都有比赛 是吧 而且每天都是世界级的顶尖的运动员 这比赛也太带劲了 我建议咱们能不能干脆就放半个月的奥运价 是吧 就让我们好好欣赏欣赏体育 对不对 还好 还好 我们的工作呢 其实最近就是看奥运会 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最近的工作成果 是吧 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是吧 接下来呢 是我们做的PPT 在这个地方 在7月26日 男子铁人三项的游泳比赛过程中 部分运动员被设置组的船只挡住了去路 无法跳入水中开始比赛 而另外的选手则已经向前游了大约200米 最后比赛也是不得不重新开始 我觉得一定有选手非常不高兴对吧 设置组也会安抚他们说 没关系 我们会把不高兴的人 从视频里剪掉的 那为什么多游200米的这些运动员 没有提出任何意义呢 因为啊 这次铁人三项的比赛中 还爆出了水域水质的问题 你想啊 在这样的水里面 运动员确实张不开嘴 而且没想到铁人三项 跟咱们平时减肥的原理差不多对吧 都是挽住嘴 卖开腿 在乒乓球女单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国的参赛选手陈梦 虽然18岁就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但是因为他和黄晓明是表兄妹的关系 每次媒体在报道他的时候 还是经常会给陈梦冠以黄晓明表妹的头衔 为此陈梦也是感觉到非常苦恼 我其实都能想象是吧 即便是奥运会 可能他都会被问到这样尴尬的问题 马上就要比赛了 其实我们都很关心您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那个 您表哥和表嫂是考虑 那个要二胎了吗 你看啊 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 不关注别人的作品 只关注别人的私生活 很惭愧啊 我表妹也有这个困扰 经常就跟我说 哎呀 表哥 我同学都知道 我是磅礴的表妹 我说这就是你的困扰吗 不是 我困扰的是 我同学都不知道磅礴是谁 美国南岚奥运首战就惨遭失利 以76比83的比分 输给了法国队 这是美国南岚在2008年以来 第一次在奥运会中遭遇失利 25连胜也就此终结 我觉得美国的球迷 应该好好地安慰一下 美国南岚的队员 对吧 毕竟他们输球的经验也太少了 不要责怪他们 也不要开会吐槽他们 南岚嘛 心里都是很脆弱的 这一届奥运会里 还有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三人的篮球比赛 中国的女队表现非凡 而中国男队虽然无缘淘汰赛阶段 但是还是给大家留下了 很多精彩的瞬天 在7月26日的小组赛中 中国男队以21比19 绝杀了波兰队 报了两年前在世界杯 输给波兰的一箭之仇 我就在想啊 为什么这个篮球 五个人没有打过 三个人就赢了呢 我觉得这跟三人篮球的规则 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可能不知道了 在三人篮球里 是没有发界外球的 没有发界外球 我们就不存在界外球的发球失误 就没有给波兰队任何的机会 在此前的乒乓球混双比赛中 我国的新闻组合非常的遗憾 不敌日本组合 仅仅获得了银牌 在赛后 日本球员水谷笋 有吹球等嫌疑的违规动作 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大量的讨论 甚至是攻击 我其实能理解这些网友的情绪啊 毕竟我觉得胜负 大家都是能接受的 但是出现违规的动作 其实是不对的 对吧 我觉得如果他不吹 网友也不会去黑他 毕竟网友讲究的就是 不吹不黑 其实乒乓球比赛中 不允许吹球 是出于防疫的考虑 这次东京奥运会 防疫体现在了各个方面 甚至连赛马用的马 都需要进行鼻视子的检测 来自境外的马匹 都要进行七天的隔离 才能正式参赛 我觉得这对马术的拳手 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 参赛真的很不容易 对吧 每次进场之前 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 请出示您的健康码 还有你的健康码 我估计这些码 在被隔离期间 也是很害怕 每天在那刷热搜 就害怕自己哪天 突然变红了 职业拳击手小安迪路易斯 之前表示 想参加东京奥运会 却收到了警告 如果他参加东京奥运会 将被世界拳击理事会 处以禁赛两年的处罚 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有点糊涂 为什么会进赛人家呢 其实是这样 因为奥运会是拳击业余比赛 实行的是业余拳击的规则 但是这些选手都是专业拳击手 我觉得这种叫法 肯定会让运动员很难解释 对吧 你是干嘛的呀 我是那个专业的业余拳手 打业余拳击的 不是平时呢 你都做些什么工作呢 我平时就是打一打 这个专业的拳击手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都听不懂 我这个人一般用拳头说话 懂了 哥 哥 懂了 非常的清楚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 既是职业又是业余的拳击手 就是我们两届奥运会的冠军 世界拳王邹世明 另一位朋友就不一样 他就不是业余的 他是纯职业的 职业透过就业余 我们公司55公斤级的首席编剧 程璐 欢迎世明 欢迎程璐 好 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么突然 就要讲脱口秀了 好 大家好 我是程璐 我今天太激动了 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参加奥运会的蹭热度节目 是吧 而且今天我的老朋友 邹世明也在 我们很有缘 因为我们一起上过吐槽大会 相信大家看过 因为我吐槽他当时吐得非常的狠 虽然说的都是真话 我就很怕他不高兴 录完节目呢 我还去后台找他道歉 我说邹老师不好意思 我刚有点过分 邹世明老师特别客气 他说没事 吐槽得很好啊 我很喜欢 然后他边说呢 边握紧了拳头 我说那就好 我走了 你千万不要送我 千万不要一个人送我 所以那天还挺安全的 我只挨了一个重拳就回家了 开玩笑 其实完全没有 我俩只是撕打得很厉害 这个 我俩关系真的非常好 因为大家也知道 吐槽大会 跟一些体育比赛一样 是不是 也有一些火药味 我们甚至还想过 吐槽大会引入新的赛制 就是上半场 不许动手 1v1吐槽 下半场 只许动手 1v1搏击 是不是很刺激 对吧 比如说我们就把张大大 跟邹世民分在一组 观众肯定很开心 对吧 就直接打下半场吧 而且张大大肯定很郁闷 是吧 你们想打我就直说嘛 也没有必要假装 办一个节目吧 当然我们为了 让嘉宾放心地来 可以让他提前买一份 重安保险 一年服务5亿用户 在线理赔 还没有那么多 缓缓缓缓缓缓缓 而且微信搜索 关注重安保险公众号 还可以免费领 十元现金红包 张大大 赶紧关注吧 好 然后我们今天 其实旁博 大家也聊了很多 就是关于输赢啊 关于作弊啊 其实我是一个 不怎么在乎输赢的人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啊 比如说打篮球 我主要是靠梗防守 就眼看对方要抛头了 我就抛一个梗 把对方笑趴到地上 但有些人就很难防住 因为他听不懂笑点 有时候我都把全场人 都笑到跑不动了 他还是能把球打尽 然后说 就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 当然有的项目 就必须在乎输赢了 很难佛系 比如说拳击 如果你不在乎输赢 你就会被打得很惨 对吧 所以所有直接对抗性的项目 都需要很强的好胜心 啊 我一定要赢 才可以 相反一些对抗性不强的项目 就需要良好的心态 比如说射击 对吧 你要屏住呼吸 心平气和 如果你是 啊 我一定要赢 啪 就拖拔了 但是如果把射击的规则 改成对射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好胜的结果 就太严重了 比赛完我们采访冠军 为什么要采访冠军呢 因为只剩下冠军了 然后记者问冠军 哎呀 你每次能赢是因为很准吗 不是 是因为我快 当然了 我们不能这么搞啊 虽然比赛很激烈 但是太废运动员了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啊 小时候我的体育成绩很不好 但我很羡慕那些体育很好的人 比如说跑步很厉害的人 我特别想感受一下那种 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女生都在为你欢呼的感觉 我就想到了作弊 因为有一次运动会啊 我们要跑五圈 也就是要跑环环环环环 我跑着跑着就被人套圈了 场面比较混乱 我就想到一个办法 哎 我可以作弊啊 我第四圈 我就假装冲刺 我就像夺冠了一样 兴高采烈地跑过了终点线 哇 体育老师也都在为我呐喊 真棒 直升下一圈了 哎 没办法 我就只好继续跑 假装没有作弊 我边跑还边嘀咕呢 怎么回事 体育老师的数学 现在这么好了吗 别说体育比赛了 我们平时锻炼 也有人作弊对吧 比如说有人去健身房 洗个澡 拍个照就回家了 还发个朋友圈 哇 真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呢 还有人微信部署也造假 像我们的董事长 每天都要走五万步 哇 他每天只从家走到公司 只有一公里的路 所以我们天天都在问他 董事长 你的腿到底是有多短啊 这个都说人生是一场比赛啊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比赛 不要作弊 坦坦荡荡 是吧 人生赢家又会怎么样呢 不会怎么样 真的 我就是 一点也不好玩 所以希望大家坦坦荡荡地赢 坦坦荡荡地过一声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程璐 广告真好看 对 感谢 感谢 感谢程璐 这个非常危险的脱口秀 非常危险 市民你还记得 你们在一起吐槽大会的那个场景吗 反正他就吐槽我挺多的 而且蛮狠的 而且都每一个都吐槽到那个槽点 就是我很在意这个点 比如说 就比如说他说我个子不高 但是我说的是比较婉转了 他直接是说我矮 哈哈哈 你这个也没有很婉转啊 我觉得 但是关键是他个子也不高 干嘛要走投我呢 我说这个这一点 我确实 我不是找不到点了嘛 你那么优秀对吧 来来来 还是有瑕疵的 还是有瑕疵的 对 哈哈哈 刚刚宗世民老师在台下的时候一直在热身 他听说我来了 他特别开心 打你不用热身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走了 对 好 我的表演已经结束了 我先走了哈 朋友们 哈哈哈 我们能让我们的冠名给程璐老师安排一些保险 我觉得终于派上用场了 其实很多人对拳击还是有有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然后 因为周春明老师来 我们也在网上查了一些大家对于拳击特别好奇的地方 也希望今天周春明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 啊 我们节目的 啊 做好准备的啊 对 做了一些小准备 好 大家网上关心的问题都很神奇 就是周春明跟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甚至不是人打拳 谁会赢 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 哈哈哈 长臂元和周春明打谁更厉害 哈哈哈 长臂元啊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 不是不同的物种吧 啊然后 首先其实您不一定要这么认真的回答 然后 哈哈哈 然后也就是谁为了 应该 应该也不是一个公斤级的吧 哈哈哈 我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会问 因为 就是您在之前比赛的时候 你有你自己也会说吗 其实你的臂展不算非常长 对对对 你属于那种 不是非常长是比身高还短 哦 哦我说的比较委婉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们看看第二个问题 不知道周春明老师又要跟谁了 又要跟谁打了呢 哈哈哈 叶问打得过周春明吗 哎 这个是不同年代吧 这个是不同物种 一个不同年代 但是 如果问叶问 你觉得叶问会怎么说 呃 叶问说可以打十个啊 哈哈哈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 好第三个跟谁打了 越来越厉害了 这是我个人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有没有人觉得周春明能打得过詹姆斯 哈哈 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网友做了真实的投票跟调查 OK 你猜你跟詹姆斯谁赢了 我觉得我应该会赢 你觉得你赢了对不对 其实我也不知道答案 哈哈哈 哦 詹姆斯的那个胜率会大点 其实其实在我们体育界 对 在全球界 因为梅威瑟曾经挑战过那个 大大大大鲨鱼 啊 奥鸟 然后因为 因为大级别 虽然虽然他们身高手长 但是他不是受过这种专业训练 他他其实跟小级别比的话 我们更灵活 啊 然后我们会不会让 不会让他轻易的抓到 然后找到机会给他反击 他再想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肯定已经躲起来了 对 可能已经也那个移动开了 所以说 我我有信心 如果是 呃 虽然他比我高比我手长 但是我 我有我自身的这个特点 灵巧速度 我觉得 我虽然不一定要KO他 但是整场比赛 这点数我起码是会赢的 对 可以也可以 可以未来有机会 也可以跨界的打詹姆斯 还好今天我们就把詹姆斯请到了现场 哈哈 有请詹姆斯 哈哈哈 那就不说我打你了 詹姆斯打你了 黑欧詹姆斯 我们也来干一下网友 他们的想法 哇 哈哈哈 这也太夸张了 周说周世民正常出拳 只能打到詹姆斯的肾 哈哈哈 太高了 只能打到腿 哈哈哈 这不是很致命的技工吗 其实我不一定要打脸的 其实 攻击他肚脐上这个腹部 嗯 也可以 也可以得点 得分 所以是真的 就其实是 专业的拳击 还是树叶有专 可以很有信心的战胜 对 这点自信是有的 希望詹姆斯 能看懂 哈哈哈 对 就是我 我说的周说明今天就这样说 然后有机会 可以大家 詹姆斯下期有种来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期待他的到来 给他发微博私信啊 哈哈哈 私信给他 行 那我 我们其实很多人在看拳击的时候 大家也都知道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就是泰森跟霍里菲尔德在打的时候 嗯 发生了那个咬人的事件 事件 这个这个是真的会发生吗 真的会 因为我都经历过 而且那时候我不是咬耳朵 但是在一次市井赛的决赛里面 我和匈牙利的凶手 选手 不是凶手啊 然后 这么说也可以 然后他我我 要林静要比赛结束了 他还在 他的点数还在落后 他着急了 而且他个子很矮 只打到我这儿 后来有一个 有一个 踢棒的时候 他正好我两个抱在一起 他正好在我胸口 但他是 当时是带着护齿的 然后就他着急了 就一口就咬 咬到我直接咬了 然后我当时我这边全红了 然后我跟 我再回来想的马上结束 我就别跟裁判了 就几秒钟 我就说我就懒得好 最后 对就是这场比赛 我们找到了这场比赛 对 这个匈牙利的选手 第一 你看 这个眼神都特别目入胸光 而且个子特别矮 就像 而且这个整个身上都长得毛 像穿 夏天像穿的这毛一样 哈哈哈 而且 对 就他然后咬了 所以他咬了你的胸口一口 对 那你回家你的老婆有没有盘问你 哈哈哈 怎么回事 哈哈哈 哈哈哈 还好你有你有这个做这个 哈哈哈 对 其实在今年的奥运会里面 我们我们我们刚刚对 刚刚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也是发生了两个拳击手 那个好像詹姆斯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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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发生了这种拳击手之间 互相 互相咬来咬去的这种 耳臂撕磨 对 其实其实每个按理说 这个是 违背体育道德的 是 而且如果打拳击 靠得很近的时候 说一些悄悄话 会不会让他 会放松景气啊 不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会激 激怒他 比如说 说垃圾话 马上要结束了 你还输给我 然后他会着急 对 但是如果对方听不懂中文怎么办 翻译给他听 要学好语言 嗨 嗨 还有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招不太好用 我就 爱你哦 哈哈哈 哈哈哈 对方崩溃了 陈璐这怎么了 然后他就咬了你一口 哈哈哈 我觉得陈璐这一场下来 这边的肩膀要被打烂 哈哈哈 哈哈哈 时不时就爱一拳 弄个铁板 他说这句话 我就舍不得打他 哈哈哈 所以训练的比赛中 其实还是会 对手也好 是会说一些这种 垃圾话 说一些狠话 对 因为我们看到像 一些平凡球 比如平凡球比赛 马龙这种选手 他都会碎碎念 对 杂有打气 有的是给自己打气 有的是给 对手施压 对对 我们拳击也会 特别是呃 呃 那个称体重的时候 会 哦 那个黄称体重的时候 然后就对 然后就就会有一个 那么早就开始了 对 他叫渲染嘛 就要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火焰烧起来 先把这个气氛 要把大家的这个眼睛 就全部都关注在这地方 当然到现场还会有一些 哈哈哈 我感觉到 哈哈哈 你要不做这儿呢 要不今天咱俩坐这边啊 哈哈哈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08年的时候 您参加北京奥运会 对 然后那会儿的拳击 其实是整个奥运会 赛程里几乎是最后的 对 项目了 然后您到最后是非常 就包括登上领奖台的时候 都是非常 疲惫的 沧桑疲惫的一个样子 对 因为有很多观众 或者我的很多家人 朋友 都会说 哎你那时候怎么那么老啊 因为我们长时间 空体重 这人都是干的 就像海绵是干的 你稍微 吃点东西 喝点水 一下身体就全部吸收 但是我们兴奋机 必须要采尿一样 基本上我 不会是一次过关 我起码是要尿了以后 你说清楚是为什么 没有一次过关 就 就成绩 对 然后而且你一下子 喝进去 就喝成了 他没办法一下子就 就一下子就可以尿出来 拖了很长时间 所以奥运冠军 那年最大的艰难 是上午出来厕所 你稍微有点感觉 就赶快去到厕所里面 说不好听就滴了两滴 然后就马上要 站在那个 站在那个厕所 就感觉是 好少点了 就赶快去拿点水 就像你们拖个秀里面做的 这不是在称体重啊 是在 潮中称相 哈哈哈 确实就是 空体重确实是我们这个 很大一大的 首先我们是要 先战胜自己 再能上台 战胜对手 而且08年的开幕式是 世民跟张一宁一起 是作为运动员代表 对对对 是宣誓还是什么 对吧 因为我是棋手 张一宁是宣誓 然后 所以其实当时已经预计到 你很可能拿冠军了 对不对 寄予厚望 对啊不然的话不会 这个也是一点 但是当时的 那个男运动员里面 我算是比较帅的 然后这也是一个原因 哈哈哈 我真是没有想到 是这一条理由 哈哈哈 平马年詹姆斯也参加了奥运会 哈哈哈 所以很多时候你赢 是因为对手 不好意思打你的帅脸 哈哈哈 太帅了 不好意思打 其实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人 在参加拳击的比赛 对有没有什么 六名选手 特别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的 我们拳击方面 有三男三女 在我一二年伦敦奥运会 结束以后 我们就新增了女子拳击 我们现在有三个级别 然后都进入了奥运会 然后我们三位男运动员 也非常年轻 而且也非常的有实力 关注一下我们曾经和我一起陪练的 因为其他的那几位 我基本上 就没有直接的接触 没见过 这位拳手叫胡建冠 也是 我曾经我这个级别 49到52的这个这个级别的 当时我在国家队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小小朋友小孩 还在做一些陪练的工作 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了这个 整个国家队的一个主力队员 所以说也希望您把其他几位运动员 一起带领摆平心态 然后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在后面的比赛 一层一层的晋级上去 最后有机会 能够超越你的师兄 早点把我超越师兄 就是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吧 我们也没有这种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自己不留遗憾 有很多我们的国家运动员 奥运选手 要忍耐四年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赛场上去拼搏 不管他们成绩好坏 我们都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 他们也想比好 他们没比好 他们哭得比谁都难受 因为花了那么多时间 所有人吃不过的苦 所有受不了的罪 然后才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进入到奥运会 这么大的这个生动的殿堂 我们都想比好 但是呢 也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更多支持 不仅仅是只要成绩 对 只有金牌 我觉得他们能够去参加 就已经是很棒的 所以说大家理智和更好的 去支持我们这些奥运选手 你现在就是相当于做老板吗 对吧 就跟你们老板一样 也不好说透口秀 然后现在就是 研究整个赛制了 对吧 对 我其实我一开始 转型的时候还是比较痛苦 因为我每天知道 拿着训练包 到了训练场 我知道放下包 我先做准备活动 带拳套 带拳套 对抗完了 然后打他内球 跳绳 然后放松 拉伸 这每一天的我都知道 几十年 但是一进办公室 跟大家说嗨 我第一天上班 我还专门穿的很正衫 一个公文包 后来到现在给大家嗨 这是什么部门 因为我还没有 我还没去的时候 我爱人已经把这个公司的这个框架 全部都布置好了 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 哪个部门都有 我只是穿个西装进去 这是什么经济部门的 这是什么 像吉祥物业的 我就把门一关了 把这个包放下 打开电脑 我说下部我要干嘛 我都知道 还是不开始热身 经历过这个迷茫的这样一个局 但现在我也跟了一个小跟班 然后给老婆提个包 然后出去谈判 去学一些商业的东西 那现在慢慢的会知道 要跟一些投资人 要有一些什么样的 包括未来做五年规划 怎么样的 所以说也慢慢的学会了 一些拳击以外的东西 还是有成长 对啊 但是最难的就是 从40岁才开始成装 程璐还练过一段时间 我练过一次 练过三堂课好像 还没有学完所有的拳法 那你的教练请的是谁啊 我一节课就可以把三种拳法交给你了 真的 是通过挨打吗 哈哈哈 不是说学打拳先学挨打 不对不对 但现在拳击课有点贵 什么的感觉 那我们呢 我们场馆不贵 是吧 可以讲解一下 你俩配合得挺好呀 哈哈哈 那你的场馆叫什么名字呢 钟世民搏击阶层中心 好大家就来去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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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博达到760号 哈哈哈 原来在世博达到760号呀 哈哈哈 不是761号也不是759号 是761号 哈哈哈 既然 既然程璐这么 这么想学今天 今天世民也来了是吧 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都知道是吧 我们 我们最后经常会有一个 看起来智力不是很高的 哈哈哈 小游戏环节 那也让世民稍微重出江湖一下 好不好 跟程璐来比一比啊 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 我重出江湖的门槛就这么低吗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也想不到我的手绣 规格这么高 哈哈哈 我俩是一个重量级的好像 你现在体重多少 110 那也就是 但是我今天减重了 你把胆子放在家里面了吗 哈哈哈 我减头发的方式减重 哎真的有时候我们吞体重 如果不过的话就那我们 人家都是斤斤计较 我们是两两计较 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 真的是就把把头发都全部刮掉了 对 ok 好了是不是 ok 好行 我们到我们到中间来 哎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啊 是吗 是吗 哈哈哈 哈哈哈 行啊大家也能看到我身后 有一个 平常可能在游戏厅才能看到的一个机器 是吧 一个拳击的机器 我们也非常好奇职业的拳击手的力量 到底跟首席编剧的力量悬殊有 哈哈哈 有多大是吧 今天市民还赞助了我们非常专业的拳套 对不对 好 我们先让程璐来打一拳好不好 好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好 握紧 小心啊不要受伤了 哎 已经开了吗 扭扭胯扭胯 好已经开了 哇 还可以啊 这身体还可以的 还可以 还是练过两天是吧 好零啊 没有没有 455 455还可以啊 这就是程璐平时一个礼拜的运动量 哈哈哈 好我可以回家了 都出汗了 对啊 世民他刚刚这个姿势有什么 你是第一次打这个吗 对啊我第一次打这个 第一次打这个算不错的了 打这个需要练很多次 哈哈哈 你是学过的 你就打 和没学过的打是不一样的 那让世民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也没打过这个 他的拳套自带200公斤 哈哈哈 哦 不用这样吧 哈哈哈 在近距离好吓人啊 对啊 你准备好了吗 我不用准备 你需要助跑这么远 不用不用 哈哈哈 那就开始吧 我们开始吧 来快点八了七 要在零之前 还到零之前啊 不好意思 不是是他快要结束了 哈哈哈 好零 哈哈哈 因为不熟悉龟子 我们等他走 这是倒数 我们等他走啊 啊 谢谢谢谢 谢谢 你们这个节目当今 哈哈哈 这是蒙蒙嘉宾了 你这个别叫缓缓缓缓缓缓了 直接叫坏坏坏坏坏坏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最后我争取一拳 把他三个总和 好好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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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第一次好像这个发力不好 不满意 我们再来试一下好不好 是多少 四百八十五 跟他差不多是不是 哈哈哈 你这这这是不是就最高就是 485啊哈哈哈哈 我们要不要再试一下 他又开始 哈哈哈来来来 我现在去参加奥运会 是不是还来得及 我觉得这个机器确实不太准 最高就是485 有可能 好 这个机器真的很友好 刚打完这个非常荒诞的小机器之后 其实我们准备了一场 非常势均力敌的全机比赛 好 今天的游戏就到此结束 非常的奇妙 是比赛吃鸡 奇奇怪怪的道具 讨压 这是两个小锤子 首先我需要两位先把拳套戴上 好不好 我选择这俩可以吗 可以 都可以 但这两个都是左手 对 我不太会戴 来 我帮你 我们的规则是让他们戴上拳套之后 拿着这个锤子 再用这个李弹蒙上自己的眼睛 然后谁能打到谁 谁就得一分 一共进行五轮 好不好 然后五局三胜至 已经最大的放大了成禄的优点 是胳膊长吗 是 是不会打 是跟李弹比较熟 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这个眼罩太诡异了吧 你看看两个人还能不能把这个拿进去 再戴上的话 我面目全非了 我就靠明人的眼睛才在拳击界混那么久的 真的吗 哇 拳击界真的 万一打到了 这样打奥运冠军真的好吗 你都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了已经 哈哈哈哈 因为这样打首席编剧是没问题的 哈哈哈哈 来 两个站到一边来好不好 来来来来 不用 你过来干啥 你去那边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是你戴上 大家别笑啊 这个可非常的精彩了 我的天啊 天哪 哈哈哈哈哈哈 OK吗 你现在快跑 好 可以了吧 是吧 你要戴脸 你把眼睛摘了 要不 好 你把眼睛 不然 我靠 我其实摘了眼睛就已经是盲人了 哈哈哈哈 我不太需要这个 没事 我感觉会打 会打到观众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程璐的脸上长出一个李丹来 这 太奇怪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现在比赛开始好不好 来 三二一 比赛开始 还有这么专业 诶 完了 不好录了 你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停停停 哈哈哈哈 我觉得 这我们得了一分了对不对 这么快吗 这么快 非常快 你快点 太好了 快 哈喽 我觉得刚刚是成鲁打抱的对不对 1比1 1比1 一比1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这个环节 摄像机很贵的 说明不要再退了 摄像机很贵的 是程璐对不对 你帮我提一下裤子 我裤子快掉了 这都是什么要求 真的吗 好了 好了 开始了吗 来来来 开始 程璐你好像在做法 完了 我觉得 听听他 我觉得 打掉了对方的武器 我觉得刚刚世民打到程度了 打到我了 是我 不要乱动 是我 哈哈哈 那现在两个人是2比2 对不对 这么胶着吗 对 非常的胶着 我们往前一点 来 你往前一点 你往后一点 是我是我是我 哎呀 我们分开一点好不好 然后我们进行最后一段 哈哈哈 是我 哈哈哈 哈哈哈 是我 对不起 太快了 是我是我 我们不是还没有321开始 哈哈哈 冲上来 最后一分好不好 最后一分 来 321开始 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是我 哈哈哈 哎 哇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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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程璐也加入了西败给周世民的众多优秀拳手的行列 哈哈哈 不管怎么样 你们都给两位选手准备了一些福利好不好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一下奖牌跟奖状 奖牌跟奖状 哇 谢谢 谢谢 你看 程璐你看我们这个奖牌跟奖状 哎呀这太差了 我说一下你们这个福利不行啊 你就不能跟星业银行信用卡多多学学吗 看人家福利多多多多多刷星业银行信用卡给你美好生活带来超多的福利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我觉得爱也承诺 哎 今年因为疫情大家都颁奖的环节 没有那时候没有什么没有在帮颁奖 都是我们自己跟自助手的颁奖 对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一个这样的 我们你们互相颁一下奖 好 我们互相颁一下来我们 奥林匹克精神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哈哈哈 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这对新人 你们的证 哈哈哈 我获得的是乘胜追击奖 还是一个谐音梗 都是名的是名不虚传 都是名的名 对您真的真的很用心 谢谢 谢谢 谢谢市民也谢谢程璐 不管是输是赢 都是要坦坦荡荡 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我们节目也是终在参与快乐就赢 今天的欢欢欢欢欢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以后也是锁定腾讯视频 腾讯体育 继续关注我们欢欢欢欢欢欢 谢谢大家